美國航空業受到疫情的嚴重衝擊 計劃削減運營的規模裁減員工 路透社說 新冠病毒疫情導致航空需求銳減 訂票需求下滑大約95% 迫使多家的美國航空公司 將6月份前的航班消減80% 讓成千上萬的客機停放在地面 為了吸引旅客 航空公司現在要求佩戴口罩 並執行新的消毒措施 試圖提升飛行的安全感 航空產業同時擔心 經濟的疲遠可能進一步拖累航空的需求 大美航空公司在上星期說 預計航空客運兩三年來不會恢復 公司已有3萬7千多名僱員主動沒有新優價 時間從1月到1年不等 美國航空首席執行官柏克星期四對媒體說 公司2021年的規模肯定會比他們的計劃要少 美聯航計劃5月24日開始 將1萬5千名僱員的工作時間是減少25% 美國服務僱員國際工會星期四說 全美國地至少有1萬3千名會員遭到解僱 另外有1千個會員計劃被解僱